大家好,这里是华人百科 一个关于华人和金钱的频道 从中国历史来看 华夏文明属于中原 自古以来的农耕社会 让华夏民族不是一个上午的民族 而是一个善于经营的民族 对于如何治国自家方面 更是有天然的优势 对于这一点相信大家都不会否认 也因为善于经营 周边国家像是东亚国家 东南亚区域 在当时更是受到中国文化的治理和影响 根据历史 中国人在海外就曾经建立过7个国家 大多数都聚焦于南洋、东南亚这一带 这些小国都在后来被荷兰等欧美列强给并吞了 因此在历史课本上也不会读到他们的存在 今天华人百科就想用10分钟时间 为你来整理华人曾经在海外建立的5个国家 与你一起探索更多被埋没的华人故事 别急着划开 来看到最后或许会改变你对海外华人历史的认知 第一个给大家介绍的是南方共和国 说到南方共和国 比较有趣的是它的诞生一开始是由一间公司发展到一个国家的 在公元1772年 乾隆当王帝的年代 当时有一名客家人罗芳伯因为认为自己怀才不遇 而飘洋过海来到印尼西加里曼丹的昆殿这个地方 成立了南方公司 这是一个与东印度公司相似 具有政治色彩的团体组织 公司在经营几年之后 罗芳伯最后将公司改名为共和国 因此南方大统治共和国就这样建立了 其实南方婆刚到婆罗州时 非常懂得陆乡随俗和当地人合作 同时他也以教书伟业深受大家喜爱 罗芳伯当时甚至站稳脚步之后 带领自己的伙伴和当地人一起协助当时的苏丹首领 平定了土族人的判断 因此得到了首领的嘉奖 将东万绿归化成罗芳伯的管辖区 当时这块土地就将近有十多万人居住 由于这个地方有不少的产经地 因此吸引了很多华侨迁移来这个地方 也顺理成章拓展一开始南方公司的经济规模 后来改名为共和国之后 罗芳伯参照了西方国家的一些法治 设置了一套完整的行政立法司法机构 罗芳伯甚至当时还派人去见乾隆王帝 建议把西边婆罗州这块土地纳入大清的版图 或者变成攀署国家 但乾隆王帝根本没有理睬这些天朝器皿 也不承认这个南洋华人在海外建立的国家 像罗芳伯这些天朝器皿 简单来说就是在中国繁荣昌盛的时候选择移民的百姓 每个人骨子里面虽然身在海外却始终认同中国为主机国 因此害怕犯了谋逆之罪也不敢称自己为王 就这样罗芳伯成为了一个唯一不称王的人 并当了19年的国家元首 后来在1795年离世 临终前台交代国民无论如何 以后谁是国家领导都要归顺大清之心 后来经过七人之首到1886年 南方共和国遭到荷兰殖民侵略军的进攻 南方共和国全体民众进行了顽强的抵抗 最终因为武器不如人而陷落 这个存在了110多年的华人小国 就这样苦幸灭亡了 除了南方共和国 还有一位广东人吴元胜也曾经在婆罗州北部建立戴燕王国 那个时候吴元胜在清朝潜荣中后期 因为谋划发动起义失洩 而逃亡到了东南亚的婆罗岛 在18世纪中期 可以说在东南亚建立了很有影响力的巨胜公司 成为了首领 后来在陆续闯入婆罗岛投靠吴元胜的华人中 就有一个我们刚才提到罗芳伯这个人 因为逐渐显露出不凡的才能 所以威望逐渐超越了吴月胜 接着罗芳伯索性取代了吴元胜的首领地位 创立了南方公司 吴元胜转而变成了罗芳伯的下属 那作为罗芳伯手下部长的吴元胜 当时就被派去驻守在昆殿河北部的戴燕王国 据说当时那个地方的藩球 相等于小国王行为极为残暴 老百姓都非常怨恨他 后来1783年吴元胜杀死了藩球 这个行为获得了人民的感激和敬佩 吴元胜也因此被人民拥戴为戴燕国国王 后来吴元胜离世之后 因为儿子年幼 所以当时就将吴元胜的妻子席位成为女王 清代当时的旅行家和航海家 谢清高出海游历南洋时候 戴燕王国的这个女王还在位 在谢清高的《海陆遗书》中 就有对戴燕王国进行了记载 直到19世纪中叶 戴燕王国才沦为荷兰的殖民地而灭亡 第三个给大家介绍的贤罗王国 大家应该不会陌生 泰国八百年的历史当中就有四个王朝 正姓就是这第三个王朝的建立者 实称达姓大帝和吞吴里大帝 是泰国历史上五位大帝之首 身心的父亲郑庸是在清朝雍正年间难度贤罗 在贤罗娶了女子然后采生了正姓 如今泰国每年的12月28日都为郑王节 就是为了纪念正姓 后来郑庸去世之后 正姓就被贤罗国大臣说为养子 接受了泰国的传统教育 1763年之后缅甸入侵贤罗 正姓当时候率领部队防卫贤都 四年之后缅军成功攻陷贤都 大臣王朝灭亡 当时大臣沦陷之后 正姓就率领随从逃出大臣 于泰国的东南的罗永府建立基地 重新组织力量 半年后大局反攻 首先攻破了曼谷的西岸吞吾里 乘胜追击围攻大臣 并和缅军展开血战 最后终于收复了大臣 1767年 那年正姓登基为王 史称吞吾里王朝 随后更是消灭了各地各聚势力 用了三年统一了险罗全国 其间也曾经对柬埔寨进行军事扩张 在1782年 正姓已在一世宫廷政变中被杀 从柬埔寨前线率大军回京的 潮州人张杰旭就在纳图纳岛上 建立了一个没有特定领套的王国 然后制成国王 张杰旭时候 杰森内部就发生乱战 也因此被荷兰人乘机并吞了 事实上位于南中国海的纳图纳群岛 是属于印尼廖内群岛省的 有100多个大小岛屿组成 上世纪80年代末人口就有1.5万人 当时华人占了8成以上 根据媒体过去的报导 这个群岛上的华人一直都希望独立建国 但被印尼弹压 从纳图纳群岛一些比较早的 华人家谱记载来看 当时候清兵入关之后 消灭了南方的南民政权 在广东沿海岛屿上坚持抗清的几百名士兵 和几百家不服满清统治的渔民 就逃到了南洋一个小群岛上 也就是荷兰人后来命名的纳图纳群岛 1950年印尼和荷兰发生多次战争之后宣布独立 而纳图纳群岛归属印尼 1993年中国就曾经参加东盟会议时展示一幅地图 将纳图纳群岛画在九段线以内试探印尼的反应 结果印尼当即提出反对要求澄清事实 事实上印尼不肯放手纳图纳群岛 也是因为它是一个优养的港口 并且周边石油天然气资源都非常丰富 是一块宝地 所以只要中国没有对印尼强硬提出领土要求 纳图纳群岛主权就属于印尼 最后给大家介绍的是马来吴士王国 马来吴士王国的创始人吴杨 是潜龙时期的一名福建人 1750年吴杨到显罗谋生 带着一群华侨在荒芜人年的宋卡开墾 当时候宋卡逐渐繁荣 吴杨也被称为建设宋卡的第一人 1769年吴杨向四处评判的郑姓请命 每年缴纳足够的税盈 当时候郑姓答应了这个要求 还封他为子绝 因此在公元1775年 吴杨便建立了马来吴士王国 9年之后吴杨就离世了他的长子吴文辉 就续成了成为宋卡城的统治者 当时候的吴士家族不仅统治着宋卡 还统治了泰国的北大年陶宫还有马来西亚的 1775年到1904年成为英国的殖民地 这间中有129年 是南洋华人政权中存在时常最长的政权 节目的最后啊 你对以上五个华人曾经在南洋建立的国家 有什么看法 欢迎在下方留言告诉我们 这里是华人百科 一个关于华人和精确的频道 有什么内容 想要我们做团队研究的 也可以留言告诉我们 如果还没有订阅我们 记得现在就点击下订阅 一起探索更多被埋没的华人故事 请不吝点赞订阅